这要带您关心到今天国内新增了3.8万例的本土个案 除非官网必胜表示说 上周是本土确诊数连续5周上升之后首次的下降 但是幅度很小 显示现在可能是在高原期要密切的观察几天 才可以判断是否真的有下下的趋势 而全台各县市陆续在这周末 这两天是开打了莫德纳次世代疫苗 在南投接种站一大早就涌现了人潮 但是有民众抱怨说早上8点半到场 现场已经发放超过了1000张的号码牌 民众就想问说 为什么现场的场面会跟去年一样非常混乱 顶着烈日人潮从帐篷内挤到帐篷外 多数长辈只能自己找树印躲太阳 南投开打次世代疫苗 有民众抱怨早上8点半到场 现场已经发放超过1000张号码牌 民众想问场面为什么跟去年打疫苗时一样混乱 镜头再转到台北 次世代疫苗开打第二天患诊所上诊 现场等待民众也是满满满 就要配合啊 不管你现在在封旅游 你要去旅游没有打第三季都不能参加 尽管北市第一期的预约率不到五成 但北市卫生局强调 有预约的民众超过九成都有来接种 卫副部长薛瑞源也表示 如果未来接种不踊跃 除了现有的三类对象之外 会再开放医事人员 甚至以年龄再往下开 而第三批78.7万剂次世代疫苗也在25号晚间到货 再添防疫量能 尽管目前整体疫情缓降 不过25号公布新增3.8万例本土个案 针对整体疫情走向 在连续五周上升后 上周首次呈现下降 不过幅度很少 指挥官王碧胜说 现在可能在高原期 要再观察几天才能判断是否真的趋势向下 而在国门陆续开放之际 机关署的员工被禁止出国的禁令 得延续到明年三月底 因为下个月林佳琪政策上路后 还是有相关政策需要协助因应 这动物到